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呢 在玄学里头 蛇加鸡加牛就摆进组合 所以蛇跟牛就是说这个太随眼牛能帮到这个蛇 所以蛇今年公关很好 唯一个何年 很多机会产生出来 当然这个蛇也可以旅游今年 所以也是一个主动动众求财吧 那属蛇的朋友他今年的事业会特别好吗 特别好 原因是山河和年 就是很多机会产生出来要把握机会 大胆一点去干 所以这个蛇去年没有大发展 今年就可以大力一点发展 往外发展 请问财运方面呢 财运当然好 很平稳 平稳往上 就比平稳高一点 所以今年是个好年 整篇财都有一点 所以买股票 只要不太冒险没问题 婚姻方面会一样那么好吗 当然好 这个感情非常平稳 那个最好要是还没结婚的蛇的朋友 只要找着一手机的介绍 或找一手机的伴侣 其实今天很好 要是没结婚呢 今天结婚是个很好的一年 健康会一样那么顺利吗 身状力坚 很有魄力 技能魄力比技能好 最后一个问题是有位属蛇的朋友 刚刚被lay off 他就想问一下 他是否应该继续找相同的工作 还是应该尝试一些新的机会 我觉得应该尝试找一些新的机会 因为今年这个有何今年呢 这个蛇的人卖不错的 应该可以找着人来帮助他 那就多注意 最好找到手机的来帮 好的 谢谢您 吴老师 谢谢 Grace 祝大家身体健康 恭喜发财 恭喜恭喜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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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